你们都没有那种撒狗血式的那种情感经历 或者分手经历是吗 我没有 我觉得我跟你前面有分手 我也有一点挺后悔的是 我没有见过他任何朋友 你从来没有见过他任何朋友 这个挺奇怪的 从来没有 那怎么可能呢 那他五年没有见过他任何朋友 他对我的付出是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给了我 只要我回来 他就是完全跟我在一块 他所有的吃饭聚会什么的 不是我强迫的 是他非常自愿的就屏蔽掉 他就是愿意跟你待着 那很好 对 我所有的朋友家人都非常认可他 直到分手的时候 我妈都会说 他挺好的 你们有没有可能附和 我说妈妈他不可能了 我妈说那挺遗憾的 他刚提分手的时候 我还在国外有那个节目录制呢 因为我是很要分享与你的人 我说哇 就是我们之间会讲的那种很弱智的话 我说哇 你这个点挺好看 我会随时拍 然后突然打了个微信电话 然后我就 我家里有些事情 我等我去一趟 我说啊 你这个点是什么 我就是 我想跟你说 我有个事情 然后就大哭 我说他怎么要出什么事了 我实在是这个时候 我就说我不想再在一起 后来回来了 就见面啊 分手和大家回来了 男人有时候很奇怪 就是你男朋友 我会希望你是独立的散发个体魅力的一个人 我谈过的里面 他希望你在其他人面前 独立 能干 自主 在依赖他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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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叫 感情一定要区别 对待 这才叫爱情 要是你跟别人对别人那么好 对我也是这样 我就不稀罕了 嗯 我也会 这方面我也会 我就希望这个人 不喜欢所有人 对你没有任何 偏爱 对 就叫宠溺偏爱 男的也需要偏爱 我挺肯定的 没有人不喜欢 需要 对 对 就是 男性的里面还有一些 就是他需要这个人 我们说过男性是只需要我叫 我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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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性 对 对 我来想要两个活 那你多搁点活 会啥 我老爱 会啥 你还是火腿肠 我还是火腿肠 我就绝对是火腿肠 火腿肠其实要先煎一下 对对对 你上上去 我是上上去 我是上上去自己煎的 那你就是纯煎火腿肠吃啊 啊老公有了 老公有了 黄瓜意思 哎真的 火腿肠肠肠 黄瓜是绝对 姐 是不是啊 这个世界上唯一懂我的人 哎 真的是很好吃的 这个世界上唯一懂我的人 我是做饭的道路上的知己 前面有个特别的感动的事 因为我去王哥家里 就王山君家里 因为我们一群人去他家里 好几个人呢 他家就是有那种酒馆购 但冰箱里 一根能吃的东西都没有 我觉得他们是演员的那个自我修养 就是不能吃 不吃的 然后我不能 他还限给你点 就是说有吃的吗 我就限给你点 然后又觉得太 我又觉得太晚了 然后说哎呀不用了不用了不吃了 你不是说有吃的吗 然后我又嘴一个饿 然后过了大概一个小时之后吧 因为我这只知道 我都没让他点了嘛 然后又一个小时之后 我又觉得太饿了 我说不行 我太饿了 我还是点吧 然后王哥说 我刚刚已经给你点了 马上就不到 哇我当时觉得太幸福了 就是那种网上最后 有一个图是特别火的吗 就是说 那个人家问说 不用给你带吃的吗 不用不用 然后等人家回来的时候 带了吗带了吗 这就是用心理 当时我制止他的时候 然后他没有接受我的制止 他偷偷就给我点了 然后等他过了一小时 我最饿的时候 就用心理上 我很感动 那应该是你看起来 就已经很了 我看起来很了 是吧 这个怎么死 你看 一般就是 因为这个色苗比较细 你就 哦就四成这样长的 对 这类似啊 我当时吃的 再对半 再对半 就是把它至少撕成四个 挺难的呢 这个过程好治愈啊 会吗 会啊 我很喜欢这个 但是做菜是这样的 就是你能掰的菜 就别用刀切 它的口感会更好 土豆切的啥呢 土豆 土豆我们都拿那个 土豆咋掰啊 拿那个刀切 对啊 妈呀 哎呀妈呀 这个你想 土豆炖起来这一回 我们东北还是比较有发言权啊 土豆 就是拿那个茬本 就是你刀切 完了给它变掉 对 对 就是不能刀切 咔嚓知道吗 咔嚓 咔嚓 就这个意思 怎么办 我去北方还是去的少 哎呦 我就三个人贼快 我不要自己掰 能掰半天 这个是我自己弄的啊 然后这是我们湖南的豆吃 因为你们能吃辣 我就会放一点 这个香油是一定要的 生抽 素很重要 海盐可以尽量地放 然后 这是蚝油吗 是 这个东西有技巧的 早晚上 刀有吗 小心啊 小心手 这个其实就是沿着它 我得在这儿 就这样子外边的空气进去 咱俩开 对 其实就这里盆 你猜能不能开 能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 不用男有力 就咱们自个儿也行 男有就就掰不开 你去拿我来 嘎嘎嘎嘎 嘎嘎嘎 其实这样就行了 好 这个你给我端出去 可以了 我们把东西都放到外面去 我们拿一个盘子过来装这些配料 对 给我一个碗 可以了 这个还剩一点姜 就是用来炒那个虾的 这个是烧茄子的 OK了 其实我们前期准备已经差不多了 现在我就把茄子切了 我们就可以炒菜了 好 它这个茄子地有点小 这干啥用啊 这茄子地 可以吃啊 可以把湿啊 吃啊 其实就是它有经络 所以你撕的时候 也撕 但你这个茄子也才一个人 那多长时间能攒过一盘啊 不是 就是跟茄子一起吃 不是一盘 不是光吃 对 我以为光吃它 光玩是玩太鞋 那应该 我真太名贵了 你们帮我拔了 好 就是把筋 拔掉 拔掉 好 就不要浪费这些 食材 哦 对 我还想要两根火腿 那你多搁点火腿肠吧 我老爱吃火腿肠 你爱吃火腿肠 老爱吃火腿肠 我具爱吃火腿肠 火腿肠肠 其实先要先煎一下 更好吃 对 对 你也爸爸 上一期不踩 我上一期自己煎 那你就纯煎火腿肠吃 老油了 也炒两皇国 意思是 真的 真的火腿肠配黄瓜是绝配 姐 是不是 这个世界上唯一懂我的人 真的是很好吃的 这个世界上唯一懂我的人 我做饭道路上的知己 为啥 他们不爱吃吗 也是他们俩炒好 你们打下手都挺好的 哪会干呢 可以了 这些我们都收完 可以端过去炒菜了 他们年轻人懒得做饭 其实你二十多时 我是觉得年轻人懒得做饭 跟做多长时间没关系 反正有一大部分人不爱做饭 是因为不爱熟织厨房 但是我一般做完饭 厨房就收拾完了 有的边粗边熟 就是你只要统筹能力好的人 其实是会非常合理的规划时间的 我现在就把它熟织了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计时吧 就是做快菜的话 因为蒸鱼我需要十五分钟 我一般二十多分钟就会搞完这几个菜 行 咱们现在下小时候做那树叶体 什么烧水十五分钟 洗脸洗脸五分钟 一共加一几时间最短 最短 来 我们先蒸鱼吧 好 好 我们现在谁要手机寄一下 Siri 我这是有Siri的 计时十五分钟 对 可以 开始了 然后呢可以开始炒菜了 我的玉帽要上场了 我看看 我好奇 这有啥看的呀 保护头发 很像食堂 现在是 画了看 先放蒜 小心 你用那个海盐 你磨一点盐进来吧 二 三 这个菜完了就 那就待会儿烧那个茄子 然后最后一个虾 行 太热了 你上这边凉了凉了 来 不用 那我们先弄鱼 刚好 这是我自个儿带的 要不然你们都没有 蒸鱼的石油 葱花 请你看蒸鱼多简单 就是蒸完了 然后一焦 我还讲一个 不好播 不好播 但是有点伤感的 尽量平淡一点 没有了 就是我妈 因为我爸有段时间 不是以前癌症末期的时候 在北京看病吗 然后就是 反正那段时间 大家的情绪都不好 很焦虑 每天奔波 然后我就记得有一次 我讲我妈坏话 我就在客厅 我就说 我说妈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大家都忙成这个样子了 她为什么不能体谅 我们一点 大概一样讲 后来聊着聊着聊着 手机突然弹出来 一长串的那个微信的记录 然后她说 女儿 妈妈知道 就是这段时间 你压力很大 我可能做的很多不够 但是 我没有想到 在你心目当中 我是一个这样的妈妈 然后就是 我当时心跳就巨快 我就是讲话话 被人抓到了那种感觉 而且 我不知道我妈妈是 听了多久 从什么时候起 就是 她就 她就回屋去 发这串信息的 而且她说 我本来过来 是要给你做晚饭的 嗯 但是 我觉得 如果你不想看到我 我就自己先待一会儿 然后后来我就慌了 我就开始调监控 而且我才发现监控 李是能听到我在客厅清楚的对话的 嗯 我就看我妈从那边 嘟嘟嘟嘟 本来很高兴的 就跑过来 跑过来 然后就敲了下门 因为没听到 然后她就 六六 就喊六六 然后没听到 她又凑过去 又停 然后她就开始趴着听 嗯 趴着听 我后来看了监控 她其实只 我觉得她听不下去 她应该就听了三到四分钟 嗯 其实我讲了三十分钟 嗯 然后她听了三四分钟之后 然后她就站在那儿 嗯 就把头低着两三秒 一转身抹眼泪走了 嗯 我就是那个监控 看到她一转身抹眼泪的时候 我就觉得好对不起她 嗯 就是那个监控 那个背影 我就觉得很难受 后来我就跟我妈道歉 然后就把她 就把她到她那边去道歉 然后把妈妈叫过来 就说我做饭 我做饭 我说我没有什么 我说我压力太大了 我说爸爸现在情况又不好 就确实我每个人都很紧张 又有焦虑症 然后就会跟她道歉 嗯 所以你看监控 非常重要 满救多少家庭 就只有 我就突然想起来这一幕 就是 我监控真的记录了好多好多东西 嗯 我那个 哎呀太伤感了 你 那我说一下就是我家那个 我家 因为我想起来 我就很 我家那个门吧 隔音效果也很差 你是发生什么时候 什么样的 然后 隔音效果很差 就有一次我发现就是 我从 我离开家之后 我那天屋里在说什么 嗯 然后呢 每一次朋友来我家 她关门 不等电梯吗 她关门一刻 我们就开始大夸特夸她 让她 她是公立的 对 她可真好 让她误以为 我们是一不小心在背后说她好话 她听见了 就是 也没有恶意 就是本来就是 我是觉得她关上门之后 听到我们在夸她 那应该会很高兴 嗯 挺至于的 挺至于的 一关门我们就开始夸她 对吧她真好 她真棒 我以为她要说个多伤感的气氛 没有 讲坏人 我想就是让你缓和一下 我怕你一会儿难受了 不会不会 你OK吗 你觉得我冒犯到你 我想让你稍微就是轻松点 你怎么会冒犯到我 我怕你沉浸在那个 我不会 我不会 演员出息入息很快 还有一种说法叫忍耐 就是 就有的人非常的好面子 他觉得情感关系里要体面 要好看 要尽量的去照顾对方的感受 其实她一直在忍 她自己刚开始在爱的最初阶段 她没觉察到 到最后有一天 也不知道是某个timing到了 她忍无可忍了 她才叫自我意识觉醒了 可能是 也有这样的 因为我也经历过 是你对别人自我意识觉醒了 对 就是我 你忍不下去了 对 我就说咱们还是分开 对方也觉得很突然 对 为什么 我就那一次主动提分手 那你忍了多久 我其实不是很久 就是我一直到 我不想跟她走完一生 你想这么远 对 就是我不想跟她过后面的生活了 再继续忍受 那就是更长时间的折磨 对她也并不公平 因为我在假装 那你是及时止损 如果时间短的话 是我发现 我并不想忍受她这个状态了 一开始我也是觉得 没问题 我是我觉得 那变得是你啊 对啊 确实是变得是我 就是我从能忍受 变到不忍 不想忍受 然后以及对未来展望一下 就是不想再继续忍受更久的时间 然后那就提出了分手 因为监控也很便宜嘛 而且她能够 她有时候还能记录很多有趣的瞬间 而且我们家 因为我跟朋友的关系特别好嘛 我们家密码很多人知道 我一出差 像我邻居什么的 就说我借一下你家电动车 就我告诉她密码 她就自己嘟嘟嘟嘟嘟 就是像我的朋友说拿了东西 她会say hi什么的 或者是有一天聚会 大家依次的走 我们还经常就是有朋友拉了东西 就比如说她说 哎呀我手机不知道是不是拉你家了什么的 然后我就会查监控 你出门的时候有没有带手机 监控那么清晰啊 是可以的 你还可以放大的 所以我看 哎哎哎哎没拿没拿 然后就说那肯定在家里 我就去找 我们经常监控就是查找遗失的物品 而且有时候快递丢了的话 我经常就是快递 他们就会说 哦那我们送来的时候有什么 我说我掉了监控 你要我发截图给你吗 你送来的时候没有破损 就是那个你就得陪着我 就是有的时候 我都知道我们小区的阿姨 凌晨5点在搞卫生拖地 捡我门口的垃圾 因为它会只要有人过 它会自动存储嘛 你就可以看 这个东西其实看上去有点脏 因为我用很久了 它是环保的 因为我平时做菜 手湿了就要反复用厨房纸 太浪费了 这个它是硅枣泥的 就有时候你手 那个就用这个擦 我擦手 然后有的时候它端锅烫啊什么的 就很方便 你看我用的有点脏 但它其实它也可以洗的 它也不沾水 这个就比较环保 因为要不然很费纸 这个很好 嗯 我都不知道这儿我还是叫啥 我就说硅枣泥布的小宝房的 对对对 因为有时候就是擦手什么的 就不会那么废 那我想喝咖啡了 这个黄糖是我特意带过来的 就是你们不是有那个咖啡吗 就这个黄糖配那个咖啡是最好喝的 太好了 这个贼好喝 而且如果你想喝冰质的就加冰块 行 因为我试用了很多种方糖 这个是最好的 行 辣梅香你喜欢闻吗 没闻过 没闻过应该 辣梅是世界上最好闻的花香之一 真的吗 就是你去四川的话 冬天的时候 它就是那个很小的一朵的那个白色的辣梅 很小的 然后没有叶子 你就发现酒店大糖的就会放新鲜的辣梅 就整个酒店都是香的 但是它是辣梅味的香 我知道了 就这个味 熟吧 但是它毕竟是 它毕竟是调制过就是没有原来的那种好 我有时候都会网购 那个辣梅 就是纯的植物的香味